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影片 這是一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要來驗證單白的等時性 兩台 放 conscient 2個 20g 是坐牌 約50公分 然後就讓牠擺動 然後測量牠的重量 那牠會測量擺動十次 各位學過就是為了要減少誤差 然後振動十次十四秒 然後牠會做三遍目的也一樣 透過做三遍減少實驗人物牠產生的影響 然後呢 然後呢 它會改變長度 然後它會改變長度再做一次 其它的擺垂質量一樣20克 擺腳一樣30度 振り子的長度1mに合わせます 然後再來做一樣 它一樣可以做三遍 振幅が30度になるよう 重りを持ち上げます 手を離し10往復する時間を測ります 這是它做第一面 好大 現在需要20秒 時間足距離 表示周期是2秒 正確に測るため 3回測ります 合作3次 然後會把時間速度整理給你看 不會發現擺長越長週期越長 但是沒有成正乏擺長變2倍 而周期定理又變成2倍 所以這個證明擺長越長週期越 現在要做的是要改變擺垂質量 振り子の長さを50cmに合わせます 擺長50公分、擺角30度跟剛才一樣 触れ幅が30度になるよう重りを持ち上げます 然後一樣做三面 手を離し10往復する時間を測ります 然後得到時間的数据 就是 只有一個把碼的時候 只有一個20克把碼的時候 正確に測るため 3回測ります 26度拍攝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200分以下 定顧 二十グラム的重量を2個付けます 手幅が三十度になるよう重量を持ち上げます 手を離し重往復する時間を測ります 正確に測るため3回測ります 10グラムの層外、10グラムの重量を測ります 2つ目を測ります 3つ目は例えば10グラムの層外、4つ目も測る 10グラムの層外、1つ目は削り層外にたり、1つ目の少し 一開始的角度比較小 一開始是放了15度 擺長50公分 擺腳15度 然後三個砝碼做一遍 然後看到它的 周期是多大 那其實 如果只看擺垂直量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好 它一定要每個鞋肉做三遍 它每個鞋肉做三遍 用了電池 然後呢 平衡霧差等產生的影響 然後減少鞋霧差 好 這是第一個實驗結果 海角15度的實驗結果 然後寫下來 然後現在把海角變大變成35 變成35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對實驗的結果一樣 除了海角改變 海角質量一樣 三個砝碼 擺長一樣50公分 只有改變海角 用意識時間を測ります 正確に測るまで 三回測ります 三個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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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實驗是你整理人發現說 原來改變白腳也不會改變周期 所以叫做白腳大腳與周期無關 大家會周期無關 這個就是這個整個的實驗的結果 這整個實驗的結果 好 這個實驗的結果 就是在告訴你 我剛才所教的重點 單白的等時性 在同一個地點 白腳很小的時候 單白的周期只跟擺長有關 擺長越長 周期越長 但是沒有成正比 單白的周期與 擺水質量 與白腳大小無關 這個就是這一段的學習重點 請你把 單白的等時性的意義 給我記清楚 就對了 這就是我們 你要學會的事情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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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